阿姐 叫我求求在那里妈 妈 摆梯吧 家 我要去妈 妈吧 我没那么老了 完了 哇 脚就有点失落了 是这样啊 修老板自从跟他那个男朋友分手之后 最近这几天情绪不是很对啊 郁郁宝欢嘛 所以我要给他物色一个女朋友 这不我今天刚好皮皮带带我来表姐家这里 剪那个螺丝嘛 他刚打听说我那个表姐没有男朋友啊 所以看起来能不能把那个 撒合撒合了 看看我打个电脑给秋了吧 发了位置给他 让你看盘子 赶把线索 给他在火地方面 哎呀 哎呀 但是之前秋老板是一直暗恋我 八姐的 不知道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剧情 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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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着一 你 你 不要叫完了 哈哈 哈哈 你老公来了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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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吗老公 老公 叫他叫老公啊 叫完了加毕了叫吧 啊 啊 丘老板 她说丘老板40岁了 等一下我要打击一下丘老板 这玩意就加弊了 这玩意就加弊了 37 他套个快玩吧 他套个快呢 他们说他比我还要老 丘老板 丘老板终于爬出来了 你猜一下 来你先猜一下喷嚏 然后这个是我表姐 你猜一下喷嚏它多大一点点 进来买卖生意 全是亲切 那个是表姐 就那个表姐 你觉得它多大 多大 五公老 二十一 二十一 他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老家宾 哈哈哈哈 他猜一下你多大年纪 猜一下你今天高手 高手 老哥松 能高高后 96年了是不是 高后 老丈人 不是我衣服 他说你三十八九岁 这个是老丈人 哪个照顾吗 他们说的 你看那个是丈母娘 他们家 他们家很好的 性格挺好的 那个吗 上来坐 他就是脸上有点逗的 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 就是皮肥带跟他在一起 那时候皮肥带也是这样 这么多的 现在有皮肥带 他说我太大了 你看 你看这个皮肥带这么光滑了 怎么样这个女孩子 还是今天下午那个 这个好还是下午那个好 他叫女婿离田 他叫女婿离田 什么玩儿离田 拖拉机 他说坐他家女婿要先去试一下能不能离田 我感觉你还是喜欢滑脚多一点 还是喜欢滑脚 不要那么坦白 如果不喜欢的话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 要去他家上线 那个就是有点小 我看 延展年 那个年纪要小一点 可能初次见面 两个人没看上眼 场面有点尴尬 我先关了 先来